賴清德這趟訪美真的好可憐 他真的是美方 我可以用打壓兩個字來形容 雖然賴辦做了好多解釋 你看 AIT理事主席Rosenberg 哪一次沒有親自迎接 蔡英文到紐約到飛機上 你看上次過境去宏都拉斯 他也是一定親身親自迎接 賴辦的解釋說 沒有啦這個Rosenberg 他的這個妹妹結婚 所以他真的分不開身 那我就想說他妹妹是去 是嫁到綱果共和國嗎 我查了一下 他妹妹的婚禮在哪裡 在Pittsburgh Pittsburgh到紐約多遠 飛機一小時18分鐘 開車四個半小時 如果以政治人物這麼重要的事情 他絕對是可以申請專機 如果當一回事的話 對不對我們這樣我別的不要說了 今天如果是 韓國總統或者韓國總統的候選人 或韓國的副總統 菲律賓副總統 到美國去 會有這種待遇嗎 不可能的啦 所以刻意的這個Rosenberg不見他呀 這是我覺得很奇怪的 而且 也沒有其他用視訊會用各種方法 有一些參眾議員出來跟他同框 沒有 上次去多明尼加的時候還有17 8個 參眾議員 雖然人不能到 好膽的視訊表達一下這個關心 所以我真的覺得 賴清德恐怕出事了 而且你看 他的僑借晚宴 Rosenberg要回來 趕回來或者晚一點去 妹妹的這個 婚禮 你知道在美國人結婚是不吃晚飯的 通常這白天辦一辦結束就沒有了 再趕回來 到僑借的晚宴去 出個臉 賣個面子 好歹是 副總統 台灣是吞了這麼多的萊豬 買了這麼多的飛機 還地雷的 我覺得這個很不尋常 Rosenberg不見賴清德這件事情已經 把整個事情說完了 故事的那個 已經宣布完畢了 蔡英文呢 已經是笑到最後了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 用閩南語說 已經是包起來了 就是已經打包完畢了 完蛋了 那麼接下來賴清德 他應該要處理 他回台灣之後 他該怎麼辦 我認為 就要發作了 因為已經打到 陳菊 打到 陳菁德 打到 賴清明了 這三個 這麼重要的人 你連那個 雲豹集團的 20家公司 都已經被釀開了 這什麼概念 文正 這是新潮流 所有金曼的老潮 全都釀開了 只剩下 只剩下北流 跟部分中流 保留給蔡其昌 保留給這個 段宜康 還有 鄭文燦 一點面子 其他的 除了這三個人 所掌控的以外 全部 一字兩海 那就是把你們的 所有 所管的 這個金庫 全部都拔掉了 而 我之前就在你的節目說 會接給誰 接給那個 說蔡英文手很溫暖的那個人 陳水扁 由陳水扁再來掌控這個地盤 是最適當不過的 這個事情早就已經說妥了 只是 沒有 這麼明白的說